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財政部部長劉坤星期六晚上 與美國財長耶倫 在釣魚台國賓館裡舉行會談 就中美兩國與全球運觀經濟形勢 兩國財政政策 應對全球性挑戰等議題進行交流 財政部昨天在官方網站公布 劉坤和耶倫舉行會談的信息 陪同出席會談的財政部副部長廖文 其後表示耶倫訪華期間 中美經貿團隊舉行了長時間坦誠會談 中方重新對雙邊經貿關係的立場 表達了中方關切 討論了宏觀經濟和全球性挑戰議題 後續雙方將保持溝通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里亞以日前承認 烏克蘭在去年秋天 對克里米亞大橋發動襲擊 破壞了俄羅斯的後勤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威在回應時 應用基附政權是恐怖主義政權 又指紮烏克蘭已經開始有計劃地破壞 紮波羅爾的核電廠 扎哈羅威認為即將舉行的不約峰會 應該將重點放在這個問題上 泰國國會將於星期四選舉新總理 前進黨黨魁皮塔呼籲議員不要違背民意 皮塔昨天在曼谷出席支持者集會 他透露已經跟軍方委任的上議院議員會談 呼籲他們投票支持民主 支持多數派 這樣泰國政治才能恢復正常 這樣國家才能向前 前進黨在5月的下議院選舉中勝出 並與衛泰黨等七個政黨組成聯盟 希望結束軍人統治 預料會提名皮塔出任新總理 美國政府批准向烏克蘭提供集束彈約 此舉隨即引起各方的指責 然而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 在談及集束彈的時候說 對烏克蘭平民來說 最差的事情就是俄羅斯贏得戰爭 詳情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跟巴士的部的評論員Anthony King Anthony 你好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7日 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及 是否能向盟友保證 美國提供的集束彈 是不會對平民造成過度傷害的時候呢 他表示 比起使用集束彈的危害 讓俄羅斯獲勝 將會是更加糟糕的事 卡爾說 向烏克蘭提供集束彈 是美國政府花了很長時間 才做出的決定 各方提出的所有人道主義的關切 都曾經在各個部門內部進行討論 卡爾表示 美國還會從烏克蘭方面得到書面的保證 烏克蘭的國防部長列茲利科夫 曾經發推文詳細地淺述了 烏克蘭使用集束彈的五大原則 第一 不會用於俄羅斯的領土 第二 不會用於城區 第三 烏克蘭將會嚴格記錄彈藥的使用 第四 戰後 即是勝利之後 優先處理瓦彈 第五 實時通報西方盟國相關的情況 卡爾指出 烏軍反攻的進戰比預期緩慢 因此美方要確保 烏克蘭人有足夠的火力去維持戰鬥 讓烏方得到他們需要的物資 這樣會增強他們反攻的信心 另外根據美國國會山報的報導 美國一位退役的陸軍宗教溫德曼表示 從實際的角度來看 拜登是做了正確的事 而烏克蘭將會非常謹慎 因為集束彈是部署在他們自己的領土上 他們要對自己的領土負責 雖然 溫德曼承認 拜登在做出這個決定面臨阻力 而且可能會受到來自一些 一些北約成員國的壓力 但是溫德曼認為這一切 都是為了要打敗俄羅斯 要去結束戰爭 他說與其被這場戰爭無限期打下去 不如被這場戰爭畫上一個清晰的句號 這是一種相當人道的做法 我們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的法律是禁止美國生產、使用或轉讓 瓦彈率超過1%的集束彈藥 但是拜登或者會單方面調整這個規定 根據華盛頓郵報指出 美國國會對集束彈1% 瓦彈率上限是沒有核面的條款的 這個上限是被寫入了國防部過去七年的 撥款的法案裡面 據一名白宮的官員說 拜登將會繞開法案和國會 根據對外援助法其中一項很少使用的條款 就從現有的國防儲備之中去提取集束彈 自俄烏衝突去年2月爆發至至至今 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42輪的軍事援助 總額超過400億美元 作為這次價值8億美元的額外軍事援助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7日向烏克蘭提供 被美國法律劃歸為為禁類別的大殺傷力的集束彈 這個決定引起了聯合國、人權監察組織 以及全球多國的關注 英國、德國、加拿大、新西蘭這些盟友紛紛保持距離 明確表態不支持這個決定 有分析認為 美國這次援護集束彈藥的決定 已經在他的盟友裡面造成了嚴規 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打破北約內部和諧的風險 謝謝Anthony 中聯辦主任鄭雁紅表示 香港每次崛起都是在世界的變局裡面實現 他形容世界有變數香港有著數 世界有變局香港就有新局 而香港的發展史也是一步在識變、應變、求變裡面 實現自外超越的歷史 鄭雄說中央政府賦予香港比以往更重要角色和使命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將會更加突顯 未來會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 更美好的發展可能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本港在搶人才方面 各項搶人才計劃反應踴躍 自至今年的6月底 即是計劃推出的半年 申請已經突破10萬宗 差不多就是每年輸入3.5萬名人才目標的三倍 充分證明香港對世界人才的吸引力 他又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評估報告 亦肯定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確認香港在規管制度嚴格穩健 資本和流動性緩衝風雨 聯繫匯率制度運作暢順 香港在金融業優勢明顯 他又說香港要擔當引導國際資金 配對優質綠色項目的重要角色 為國家以及亞洲的綠色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今日刊獻生效 落實政府在今年5月2日公佈完善地區治理工作的建議 政府發言人表示 重數區議會是完善地區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環 隨著條例的落實 在制度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區議會將重回《基本法》的初心 重新發揮其應有的服務和諮詢功能 配合特區政府落實地區工作 提升地區治理的效能 實驗良證善治 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特區政府將依法進行組成新一屆區議會的工作 包括有關委任議員的任命 相關選舉的籌備工作 以及為區議會的運作和區議員 理職監測機制訂立適當的指引 目標是在明年1月1日組成新一屆區議會 服務市民 每日早點新聞說到此